HELLO 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白洋學 白同學今天不是要帶你去抓髒衣 白同學今天要來分享那個愛車如何補你的那個冷氣系統的冷媒 相信這個很多同學都想了解 因為自從白同學上幾集推出 我在那個DIY維修冷氣的一些乾苦潭 同學說要看我這個拖鞋來表演這個 車子如何補冷媒這個動作 但是DIY門檻我覺得蠻高的 光買這個錶就好幾千元了 白同學也是要分享同學看 廢話不多說 一起怎樣上過去囉 白同學先教你們看冷氣的高低壓管在哪邊 攝影師鏡頭過來 你們有看到這個寫HIGH 這個LOW這就是高壓跟低壓 一般冷氣運作的話 高壓的話它會熱熱的 我有把它測過溫度大概是五十幾度左右 然後低壓的話就是你發動的時候開冷氣才會流汗 有的時候好像會結成雙 這個就是低壓管 來開始介紹它的裝備吧 同學DIY補充冷媒之前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今天會用到的工具有哪些 就是這個高低壓錶 它這有什麼PSI跟公斤 這個有很多刻度 等一下我們細部邊操作再邊講 這一個錶我記得好像買大概台幣3000 然後就是這個測那個溫度的 這有沒有是沒有差 但是有的話是比較準 然後這個磅秤一般 因為我都DIYBMW老B 它那個乾燥屏上面它沒有那個冷媒視窗 所以定量填充要用這個下去看 做一個參考 但是一般來講的話傳統那個 定量填充的錶它非常貴 那以白龍學的話就是突發煉鋼 就是買那個能秤一顆蘋果那種磅秤下來用 我是覺得還蠻好用的 至少有一個參考值 然後重點就是我們兩枚要買那個R134 以後鋪不鋪 我是不想知道什麼意思 我記得那是14.3公斤的 不知道是買好像2800或3000我忘了 因為它價錢會浮動 大概這樣子我們要開始來DIY補兩枚咯 走 然後我們叫助理發動車子之後 我們來看它的冷氣出風口 你看大約在15度 一般正常的冷氣它怠速要低於10度才會冷 然後最佳狀態是在7度 那是白龍學自己的經驗 然後我們今天為了方便同學看這個溫度 白龍學準備一支這個電子式的車給你看 大概現在溫度這個都不行嘛對不對 好開始加冷媒吧 讓同學看一下冷媒的視窗 你有沒有看那個乾燥瓶上面有一個視窗 裡面好像有氣泡在走 那個就是裡面的冷媒在運作 現在冷媒太少我們要開始再補充了 來我們開始來動作吧 這個先勾上去 然後這個高低壓的蓋子先拿掉 一般來講的話 它膠的都比較大空 這個蓋我們先把它放在旁邊 然後這個錶來 攝影師拍一下 你要裝上去之前 這個就是裝緊 把它收緊 一般來講 我們一般都沒有鎖緊 因為那個裡面這個黑輪才不會硬化 好 這個部分 白龍學很久沒有用了 自從上次DIY到現在 不知道有沒有忘記 你看這放在旁邊是氧化的 好 拉起來 這個都鎖好 不要太怕電了 你要機 機機機機機車走不停 來 這時候好 你運進盡量 手就不要抖了 我來做一點不要動到 大概這樣子 因為放上去還要先放空氣 然後 高壓的話 來 這個有針法 你一般 逆時針轉就是會最上面 對不對 你不能太上面 就會整個跳起來 你現在要下去的時候就這樣 就這樣 撥起來 1 2 3 壓進去 你怎麼這麼硬 進去啦 你進去高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轉下去了 你轉下去 你來看這邊 它的壓力表就會拋起來 你直接看這邊 來 轉下去 你看 來 表示針已經到底之後 這個表 它那個高壓部分就出來了 然後低壓也是一樣 低壓的管子 來 那些低壓勒 記得也是這個上面把它轉起來 這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 它的薄皮 把它剝起來 外皮 好 之後到底了 來 轉 仔細看那邊 你看 轉下去 低壓是不是跑上來了 等一下壓縮去運作怎麼跑 我們再拍給同學看一下 然後錶都上去之後 一個動作很重要 我們就是要放在空氣 怎麼放呢 我都鎖好之後 它這個管路是相通的 然後你就是這樣 仔細看喔 眼鏡注意 這樣它這一段的空氣就放完了 然後高壓也是 你看 這樣就好了 我們現在先發動給你看它的狀態 然後發動之前 你先看 它裡面現在的話 數字是這樣子嘛 它那個 高壓是差不多到 一百三十幾 然後 低壓的話 就是壓縮機有運作 它才會吸下去 來助理麻煩你發動一下吧 你看發動的時候 運作 它就會拉下去了喔 盡量拍清楚一點 另外低壓一點 這正常也不能太低喔 大概在 三十幾的部分而已 然後高壓的話 你看 正常是在一百八跟兩百 那一般 它的熱脹冷縮 但是這個也不能太高 也不能太低 太低代表它冷煤不足 好 開始來補冷煤了 來 我們現在要把它 接上那個冷煤 那個 桶裝的 它這一般 它 這裡的話 有一個閥門 這個保護的這個篩子把它拿掉 然後 這個 裝上去 然後你裝上去的時候 這個還有一個可以旋轉的 你要注意一下 我們大家趕快走 我們大家趕快走 好 然後你就把它倒掉 然後為什麼要倒掉 你知道嗎 因為 它那個兩枚 它在裡面膏的時候 它是液體的 那樣倒掉的時候 灌出去的時候 裡面 出的兩枚比較順 然後倒掉之後 你這個 來 正式拍拖一下一下 這個要開始收起來 然後 它這個大的時候 方向是顛倒的喔 現在收得好 我的那個 抓哪兒都抓手 盡量不要擋到 來 我們先來穿看它的 現在裡面兩枚存多少 來 我們來看它兩枚的容量 存多少 大概剩下7.1公斤 好 來 裝好之後我們要開閥門了 來 攝影師麻煩一下 這開的時候 到這裡讓我看看喔 不知道在這邊喔 欸 欸 對對對 打開啦 打開你沒有聽到那個 死的聲音喔 表示這裡有時候 我們要來放空氣的時候 從這裡壓下去 來 攝影師後推點 1 2 3 嘶 嘶 你看兩枚出來 好了 空氣放完畢 空氣放完畢之後 我這個習慣把它鎖起來 好了 來我們請助理發動 開始運作 我們先等個幾秒鐘讓它 跑那個數值 之後我們再來補冷媒 我調這個角度應該比較不會反光 你看那個壓縮機 它現在是不是拉進去了 你現在壓縮機 那大概二十幾的話 低壓這樣是正常 你看這個高壓爬不上去 大概在175這邊就太少 我們現在補冷媒囉 這邊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接好了 來 開開你現在看在四川 有兩枚照出來喔 你看 你加的時候它會慢慢跑上去 然後一次不要加太多 才不會那個結冰 差不多兩百了有沒有 待會兒它會熱脹冷縮 會膨脹 讓它跑一下 等一下冷度就出來了 要收氣跳掉 它這邊就會掉下去 這邊如果壓下去 這裡就會跑上來 這是白東學的 土法練鋼 自學的經驗 你記得喔 在運作的時候 高壓不要打開喔 打開它的氣體和液體的小窮喔 來油門吹下去 讓它這樣拉比較快 高壓大概兩百三 這樣高壓差不多 如果帶速來說 已經用到它的危險邊緣了 對啊 好 放開 喔 它流下去了喔 我們剛才這個 適量再補充一下能沒 來 再來 我再補下去 來 再轉一點點 喔 你看這裡有在跑了嘛 好 好 這樣代速發一根啦 吹下去 對不對 你看高壓大概快兩百五了對不對 因為這個 我們車要弄風了喔 這個兩枚 你看 第二段已經風了對不對 這樣就正常喔 兩枚已經不能再加了喔 好 慢慢掉下去了 因為一般車子有在跑 撞風的時候 那個高壓就會降下去啦 啊 代速的話會比較高 好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的視窗 看一下 冷氣的冷媒視窗 喔 你看那個明顯 泡泡就變很少了 這樣冷媒應該OK了 我們來看裡面的溫度吧 來 我們灌好冷媒之後 代速你看 現在是大概在六度 然後我用那個 電子式的車椅同學看 它會更低喔 大概二點多嘛對不對 喔 這樣是不是很涼的 來 白鳳姐來轉一下 為什麼白鳳姐要補充說明這個 電子溫度計這一段呢 因為你外面在修冷氣的話 你如果拿那個 一般簡易型的那種 溫度計下去測 店家都說 啊 你的不準 為什麼不準 他都用這個 你看六度我扁起來的時候 大概是三點多 甚至於到零度 因為那個霧槽才有五六度 所以有人家在修理車 你會覺得奇怪 明明都不涼 但是電池扁起來 欸 我跟你修好的是 六度七度喔 但是你如果用這個水銀的 那種傳統的表效去測 騎都差不多在10度 那就是標準 所以有的時候人家說 店家什麼 喔 測出來出風口零度啦 你聽聽就好了 齁 好 來 都測量好之後 我們再來觀察它的數據 然後我們測上溫度都測試正常之後 你看現在代數大概 低壓在28 非常標準 然後高壓大概是在220 然後你開動有撞風面之後 它會慢慢掉 大概會掉到170或180 這樣最標準 然後 都弄好之後 有一個動作很重要 這個 裡面管路的剩雲 我們要讓它吸進去之後 要把這個表拿下來 我來教你 我們現在來拆裝表了 動作開始 這個先關起來 然後這裡 打開 你讓它剩餘的那條管子的東西 跑進去讓它吸 再加進去 兩枚都跑完之後 我們要關起來 好 關起來了 好 這樣就可以拿表下來啦 拿表下來之前 我們先拆這個桶子 你現在就是可以這樣直接 可以把它打開了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這裡 好 OK 桶裝了沒 移除下來之後 我們要拆這個高低壓表 逆時鐘方向把它轉 到頂就好了喔 包皮拉起來 這樣就好了 這個也是 1 2 3 1 2 3 這樣就好了 之後 把那個 蓋子蓋起來 要把它轉鬆 它的ALL IN 才不會硬化 然後 這個就從這邊把它 掛上去啦 這裡也是 這樣就完成 加冷煤動作 終於今天補冷煤成功了 然後節目最後 白通雪一樣來補充一下 這次就剛好我們這個助理 這一台國產車 俗稱TESLA戰車這台車 因為它 這台車那個 之前管路也是洗過 但是它至少沒有破 但是 就是 它大概 半年 或三四個月的時候 它就是會 少量的漏冷煤 一般來講的話 冷煤如果漏很小 我是不建議去修 因為那個 漏冷煤的點很小 你要 真正找出那個漏冷煤的那個點 你要花費 非常多的時間 也有可能 那邊換 那邊換 結果都沒有換到重點 所以說 白通雪今天是說 分享一些 最簡單基礎的那個 DIY補冷煤的動作 給同學 希望對同學會有幫助 節目最後 記得要怎樣 訂閱白龍雪地愛教室 拜拜